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东鲁门泛舟 李白 日落沙明 天道开 拨摇石洞 水迎回 青州泛月 寻西传 一世山音 血后来 李白曾东游齐鲁 在衍州 也就是现在的屈府 住过一段时间 这首诗就是他当时 放夷生活的写照 诗 从日落时着笔 西山闲着半边红日 采阳把最后一抹光亮 投向大地 天隐入水 水必沙明 晚风轻轻地吹来 吹皱了溪水 扬起了微波 那水波拍打着沙洲 轻舔着溪石 水中的石影也随波摇荡 随水迎回 这奇妙的景色激起了诗人的游幸 于是他驾着青州 于是他驾着青州 成性延熙而下 这时 月轮已经挂上中天 月光清凉如水 水面成明如天 任船儿在这月光浮动的水面上飘荡 任船儿把我载去又送回 一阵阵飘然欲鲜的快感 使诗人忘情地自问 这儿莫不是雪后的山音 我 那不就是那防有归来的王子情 为什么豪情 一性 夕渐 夜色 都如此的相似 如此的相似 东鲁门泛舟 礼白 日落沙明天道开 波摇石洞水盈回 青州泛月寻西转 一世山音许后来